新日国王球员林书豪才刚带领队伍成为PLG新科冠军队伍 日前现身弟弟林书伟的Podcast节目 确怒批本赛季的年度长相机制乱七八糟 谁投哪一个球员应该发出去 大家都可以看都可以被骂 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认真的是投票 林书豪认为联盟应该要有更多的问责机制 紧接着提到富邦勇士球星周桂宇 拿下年度第一队掌向一事 直言不懂为何球队的战机只排行 例行赛第五 本季场均7.6分却可以拿到这个掌向 对此负责投票的台北市篮球记者联谊会发表声明表示 强调一切都依联盟的规则进行 球迷看了则纷纷表示 赶长是好事 至少有人指出制度上的问题 乱七八糟就是事实啊 果然是有待过NBA的人长得很精辟 体学新闻 廖水云捷台北上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